好 现在时代在进步 但是亚裔在美国受到歧视的状况 还是时有所闻 今天中国观察 我们也要请到资深特派记者 陈向如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向如姐好 夕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要先跟大家来讲 为什么要说现在这个中国大陆 在美国受到歧视的状况 还是蛮严重 这边有两个案例要先让大家看 第一个是一位大陆非常年轻 才25岁的女老师 她在夏威夷的地方教中文 她其实来自山东 结果没想到 她有一天走在路上 遭到一名男子泼洒化学液体 全身严重的烧伤毁容 她的朋友其实也有看到 说当下真的感觉蛮恐怖的 而这一名嫌犯呢 其实她也很年轻 才29岁 她叫做马赫万 她过去曾经被控有三级的袭击罪 而且也持有毒品遭到关押 就在她泼洒化学液体的前一天 她才以8000美金交保获释 那么警方进一步调查 其实她跟这一名女老师 两个人是不认识的 犯案动机还有到底怎么拿到化学液体 其实有很多疑点 还要持续的来厘清 那么同样呢 也是疑似是歧视 所以遭到 遭到这个攻击的 还有另外一位是87岁的华裔的老翁 她从广州移民到旧金山 已经住了24年 但是她在最近7年在旧金山的街头 就无故被袭击了三次 也让她很害怕 直接放弃了美国籍 决定要回到广州来养老 而且这三次的袭击 其实都是有点像是随机攻击的状态 第一次她也是在路边被打到昏迷 而且右手骨折缝了八针 但是因为她对事情没有印象 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结果到了第二次她又是一样 被监视器拍到 她原本坐在轮椅上 结果有一名年轻的男子 就把她踢倒 她的后脑撞地 一样也缝了六针 而且对方疑似是精神病患 所以最后也撤销告诉 而到了第三次 她遭到一位非裔的青年 挥拳连打头部 那现在她的儿子就决定 要把她接回中国大陆来住 回到广州来养老 而她的儿子也有讲到 的确现在旧金山的治安 感觉好像越来越不好 而且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要来请教 向如姐 你觉得现在这个 亚裔或者是中国大陆人 他们在美国受到的歧视状况 是不是有越来越严重 因为我们前几天其实也有报道 有留学生要到美国留学 结果在入境的时候 被带到扫房间搜查 甚至有人被遣返回去 为什么最近感觉好像比较严重 那中国人他们要怎么自保呢 其实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之前的时候网路上面 就有一篇分析的文章 他开头就写什么呢 他的开头就说 只怪你是中国人 所以的话呢 换言之其实没有太多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严肃的理由 但有些时候呢 因为美中关系的因素呢 所以其实没有太多 你想象中复杂的理由 好那就像刚刚的时候你说到了 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一些 无关无端被泼洒了硫酸 然后呢 还有被重击的那一位老翁以外的话 还有就是之前的时候呢 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啊 还是有很多的大陆留学生 当他们返回美国的时候呢 就在机场遭遇到了一些扣流 甚至有的扣流呢是长达了八个小时哦 好那也许你会很好奇呢 但是这时候美国的海关都会问他们一些什么呢 有曾经留学美国或加拿大的留学生呢 他们就发言了 他们就说呢 他们问的问题呢 不外乎就是哎 你是否曾经获得了在大陆学校的奖学金 是否有受到了大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资助 还有没有参加过保密研究等等啊 好那当然问归问 但是你的答案呢 其实呢在他们的眼中不见得全部都是可信的 是会打个折的 因此的话呢 有很多的网络上面他们就提醒说了 请大家如果呢 你是要到美国或加拿大 这一些欧洲国家的话呢 请不要再当小粉红了 这是收起你的爱国心哦 什么意思呢 他说呢 例如像党支部的这一些组织活动 哎 少参加啊 还有呢 拿着这个布条宣传大陆意识形态的政治活动 哎 少参加啊 再来的话呢 对日本地震或者是呢 美国加拿大的森林大火呢 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语哎 不要po啊 还有再来的话呢 就是有关于香港的抗议活动 不要乱搞啊 还有呢 就是跟领事馆联系太频繁的 哎 拜托先暂停啊 免得到时候的话呢 你的那一些留学计划哦 通通都会就是付诸一句哦 还有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大陆呢 在美国的留学生呢 其实现在的话将近有29万人哦 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连续15年的话呢 都是美国第一大留学生的来源国 在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也许都会认为说 哎 很好啊 那美国呢 你赚尽了这一些中国留学生 大把大把的钱哦 嗯 何乐不为呢 但是的话呢 现在因为美中关系呢 使得现在的话呢 有了间谍这些因素呢 来参与的话 那么很容易的 你可能呢 就会遭受到了无端的这个波及哦 所以的话呢 就像之前的时候呢 有文章分析的 一切都只怪你是中国人 是的确像是 像观众朋友Lucas也说 哎 台湾人在美国 是不是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其实好像多多少少也是会有吧 就是亚裔遭到歧视的状况 但是呢 呃之前的时候呢 台湾的能见度 确实这几年的时候呢 在美国会比较多一点 早期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去了 呃有一些州的话呢 你讲你是从哪里来 他甚至会真的会把你听成呢 是从泰国来的 但是呢因为最近的时候呢 因为呃两岸就是呃美中台 三地的关系的话呢 其实他们多数都会知道了台湾 然后呢重点是当你 当他们就是美国人知道 你是从台湾来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一句加油 台湾加油这样子 对所以 他们其实是分辨越来越多人 然后不能说全部的美国人 但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是可以知道 美国跟呃对不起 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 爱恨情仇 是像观众朋友大幼十九 他说疫情期间 美国人看到亚洲人就有殴打 的确当时疫情期间 排华或者是歧视的状况也很多 另外观众朋友Done Bar他就说 如果要去美国读书跟工作 不要住在旧金山 其实旧金山最近呢 这个治安不是那么好的状况 也被很多人来提到 不过的确歧视的问题 在美国社会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上如姐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帮我们分析 谢谢上如姐 谢谢心怡谢谢大家 好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 大陆在今年冬天最强的降雪天气 又再度来临了 包括上市现在山东河南山西很多地方 都发布了暴雪预警 甚至很多地方因为道路结冰的关系 也出现了连环车祸 下大雪导致济南到广州的高速 在山东境内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 有一辆休旅车甚至被撞到起火燃烧 另外河南1月31号起 也迎来今年冬天最强降雪 鹅毛大雪满天飞 积雪打脚踝伸 已经启动了灾害四级响应 多条高速公路封闭 这个地方是雪昌 海底下两个角色的雪 大家看 大家看明白哦 多厚了 郑州城管系统组建116支 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队伍 包括市政 环卫 热力等部门 共28365人 闻雪而动 镜头转到山西 往河南方向的高速全部封闭 为了减少滞留车辆 当地的交管展开了车辆分流 再用警车压速开道 将滞留的车辆安全引到下高速公路 那边雪下的比这边还大呢 现在河南方向全部封闭 你现在第一下藏志东 现在地还没有白了 你可以走二级路 藏志要下三天雪了 同一时间山西公路养护部门 展开了除雪撒盐作业 预计2月3号到5号 是大陆这一次降雪最强时段 由于正值大陆春运期间 人流量大 因此各地政府无不绷紧伸进 生怕好不容易叛道的长假经济 因为大雪坏了 题物业新闻张志明 陈湘如综合报道 好农历春节长假关在家里 大家都在做什么呢 可能有些人打麻将 有些人打牌 也有人会玩手游 但是现在呢 大陆两大游戏巨头 腾讯还有网易 他们不约而头都针对了未成年的玩家 发布了限晚令 也就是9天的春节连假期间呢 你想要玩限上游戏可以 但是每天只可以在晚上8点到9点玩一个小时 而这个讯息公布了之后呢 当然很多人觉得这真的是管太多了 但是也有很多北京的家长拍手叫好 登入游戏玩家可以变身为 圆滚滚造型Q萌的弹仔 和网友连线进行跑酷捉迷藏等游戏 这款弹仔派对是大陆游戏巨头之一 网易目前旗下最受欢迎的产品 聊到游戏小朋友都开心笑到眼睛眯成一条线 但近日大陆两大游戏公司 网易和腾讯都接连宣布未成年限晚令 从除夕到初八共9天 未成年只能在晚上8点到9点打一小时游戏 现在孩子成名游戏的时间比较久吧 一般可能还是大多数应该还是会受其影响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 因为我们管控不了 然后游戏它公司自己管控 然后我们就觉得挺放心的 有别于受访家长平常心看待限晚令 多数网友则是评论 游戏公司规定好狠 未成年也太惨 借信自己已经成年 大陆官方近年来加大网游监管整顿力度 陆媒第一财经就曾分析 会触及游戏公司核心收入 玩家人数和出值金流 腾讯旗下网游英雄联盟开发商拳头游戏 近日是公布了要在全球裁减530个职位 而这个数量是占到拳头游戏的11% 虽然拳头游戏对外表示 这次大幅裁员不是盈利出了问题 但也坦言有部分游戏表现不如预期 陆媒评论即便大陆游戏市场 已经突破3000亿人民币 但整体成长速度放缓 游戏市场裁员和倒闭的消息 也不断发生 TVBS新闻程序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导